大家好呀 说起蝉头龟 哪怕你没见过 也大概听说过这个名头 在国内龟虫市场上 蝉头龟类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侧颈龟虫类型之一 它们相对统一的特征为头宽且扁 眼距窄且眼眶突出 乍一看确实很像蝉蜀脑袋 而在生物分类上 我们一座各种蝉头龟的这一龟虫类型 其实是由蛇颈龟科的四个鼠构成 分别是中龟鼠 蝉头龟鼠 蛇头龟鼠以及红腿蝉头龟鼠 其中蛇头龟鼠和红腿蝉头龟鼠 都是单中鼠 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明星蝉头龟希拉里 所在的蝉头龟鼠 那本期视频就来挨个儿介绍蝉头龟的头号家族 中龟鼠的主要成员 中龟是蝉头龟离体量最大的一个类别 成员多内容杂 我业余时间有限 只能分成两期 小伙伴们多多体量 视频制作不易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第一种 龟亚纳蝉头龟 也叫普通蝉头龟 龟如其名 形象就是中龟的标准模板 体色上深下浅 尤其是脑袋 分割得非常明显 就是深色部分更偏棕色 右龟则是更加鲜明的棕红色 甚至有点粉粉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 龟亚纳蝉头龟的体型虽然不小 大个体背架能达到30厘米 但性别差异却和其他中龟不同 龟亚纳蝉头龟是公大母小 龟亚纳蝉头龟仅分布在南美洲东北部一语 属亚马逊河流域的一部分 第二种达氏蝉头龟 只在南美洲东北部的一小片区域分布 其学名种家词是为了纪念 哥伦比亚渔类学家乔治达尔 外观上达氏蝉头龟 副甲浅黄 纯色居多 只在甲缝处呈现灰黑色 右龟背甲中线有明显凸起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趋于平缓 达氏蝉头龟主要栖息在林间的湿地中 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赖以生存的森林大面积萎缩 达氏蝉头龟目前已是极为等级 第三种亚马逊蝉头龟 就是之前的黄环蝉头龟 也叫黄冠蝉头龟 学名种家词意为阳光一样的花环 这名字多好 然而当初命名的时候 其实是跟韦氏蝉头龟搞混了 两种龟的栖息地也确实大致重合 后来拨乱反正 黄环这个名字被弃制 黄环蝉头龟也成了亚马逊蝉头龟 不过至少在国内归宠市场 显然黄环蝉头龟这个称呼接受度更高 绝大多数中文科普板块 以及龟鳖科普图书 也依然沿用之前的说法 亚马逊蝉头龟广泛地分布于亚马逊河 及奥里诺科河流域 一提到这里我就联想到了马塔龟 外观上亚马逊蝉头龟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右龟脑袋两边 各有一道从鼻后延伸到眼后的黄色纹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道条纹会逐渐暗淡 大概一年后会彻底消失 成体亚马逊头顶颜色会变深 上年级后会生出一些白色的斑块 有些老龟甚至是满头花白 有趣的是 人工饲养用浅色环境培养的话 亚马逊的头部颜色会变浅 一些个体甚至会呈现出全黄的色调 色彩变化相对丰富 亚马逊蝉头龟也是体型最大的中龟 大个体背架在30厘米以上 且公母体型差异小 本期视频压轴登场的龟 小伙伴们应该已经猜到了 第四种 小黄鸭韦士蝉头龟 就是之前的亚马逊蝉头龟 国内龟宠市场对韦士蝉头龟 这个称呼接受程度很低 甚至很多都不知道韦士的存在 韦士蝉头龟可能不是国内保有量最多的中龟 但一定是知名度最高 也最受欢迎的 这要归功于它超可爱的颜值 头部上半边深色部分有着黑色的线条和斑垫 因此有些老外会叫它黑线蝉头龟 下半边的浅色部分 是鲜明的嫩黄色 包裹着小嘴巴活像一只小鸭子 人工浅色环境培养 脑袋会呈现全黄色 非常惊艳 小黄鸭这个拟称实在贴切 下期视频我们就补全中龟属 并描述中龟们在外观和习性上的一些共性 小伙伴们敬请期待